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讲一个故事 故事的名字叫做抱抱 有一只黑色的小猩猩 小猩猩离开了家,走在路上 它看到了小象正在和自己的妈妈抱抱 抬头望一望树上 绿色的变色龙正在和它的妈妈抱抱 还有金黄色的蟒蛇也在和自己的妈妈抱抱 看到它们都有自己的妈妈抱抱 小猩猩心里不开心了 它几个人在路上走着 大象妈妈看到小猩猩不开心 于是问小猩猩 小猩猩,你怎么了? 为什么不开心呢? 小猩猩回答说 你们都有妈妈抱抱 可是我没有 不用担心 来,骑到我的大象鼻子上 这样我就可以带你一起去找妈妈了 小猩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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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抱 看到这么多的小动物 都有自己的妈妈抱抱 小猩猩再也忍不住了 嚎啕大哭起来 抱抱 小猩猩的哭声 引来了许多的小动物 过来关注它 大家纷纷安慰着小猩猩说 不用担心 你一定会找到自己的妈妈的 这个时候 从远处传来一个呼喊声 抱抱 小猩猩抬头一看 是妈妈来了 赶快冲向了妈妈 妈妈抱抱 小猩猩的妈妈 把小猩猩紧紧的抱在了自己的怀里 小猩猩非常的开心 身边的其他小动物们 也为它感到开心 大家一起喊着 抱抱 抱抱 为了感谢大象妈妈的帮忙 小猩猩也抱了抱 大象妈妈 还有其他安慰她的小动物们 找到了妈妈 现在小猩猩要和妈妈手牵着手 一起回家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快和自己的妈妈抱一抱吧 再见 感谢观看